我不能算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 帶點學術氣氛的水上農民 20塊錢一打 這個罰著5萬塊錢 我的孩子不夠 我調整調整 從下個星期我看 給你增加點5打的吧 我覺得人的生活現實一點 自己感覺到舒服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自己的心態好 這是最重要的 劉曾經是中國海洋大學的一名老師 1992年來美工讀博士學位 研究生蠔的遺傳多樣性 之後他就留在這兒成為了一名生蠔養殖戶 至今已20多年 今天我們主要是把尺寸的 這個小苗現在在外面在蟹 把那個蟹出來放到海裡邊去 500萬個苗的話 就是看起來就是一手沙子似的 今天就是這個 做這個一會兒我司機來了呢 看看我們往紐約發貨 然後他們今天要準備 明天開始打包往台灣發的貨 從苗到他成熟得多少時間 一年半到六年都有 按照客人的要求 你要什麼樣的我給你什麼樣的 從外表能看見那是公子母的嗎 看不出來 生蠔呢是一個變性的 它今天是雄性的 明年可能就是雌性的 生蠔是安能變我是雌雄的生物 每隻都能產生卵子和精子 在自我受精 或和其他生蠔完成受精 長成幼蟲之後 兩隻場會將它們轉移到培育池中 這個一個池裡面500萬個 但是如果有1%到5%的成活率 我就學習一下 這些都是小的牡蠣 就已經附著在上面了 就已經附著在上面了 你看它有個三角形的 後邊是個發黑的 看不著啊這個 仔細看看它後面是一個小黑點 在俄勒岡主要用懸浮木筏的方法養殖 即把附著生蠔幼苗的蠔殼 掛在16英尺長的繩子上 再把繩子拴在木筏上放進海裡 養蠔一種是在釣養的 一種是在灘土上養蠔 就是直接撥充到地面上養蠔了 那撥充到地面上養蠔的話 這個殼到了地面上 朝泥的那一面都死掉了 只有朝殼的那一面都死掉了 只有朝上那一面都死掉了 但是釣養的90%都會死掉了 那啥時候知道能收了呀 結果這個我們也來提起來看一看 但是整體說來是按照這個板板的程度 下沉的程度 就全憑肉眼看 全憑肉眼看 然後釣起來看一看 好的生長速度也是跟五個手指頭一樣 撐吃不去 我的公園基本上一年實際就是22個到24個左右 上個月底剛剛才又找到22個 前兩天都找不到人幹活 這幾個老公人跟我幹都幹了267年 真的 我工作好多都是很長的時間 但是看著好像年紀也不太大 這他們第二代了 冬天一般就幹不停 夏天他們一般平均都在 將近在10個小時左右一天 哎呦好長哦 農業嘛肯定辛苦不可能做的 農業今年開始才開始有over time 就是你幹超過 平均一個星期超過55個小時 那麼就開始有over time 像我的工人星期六來幹活 不管你星期一到星期五幹了多少小時 星期六都是1.5 這是瀕臨滅絕的自罵丁鳥 研究員在生蠔養殖木莊上為其安置了巢穴 觀察它的繁衍狀況 這25年了它要看這個鳥類恢復的程度 它這已經在這裝著好多年了 我們一直都尊重每個 各種種類型的 但是它必須有靈性的 不能只有一種類型的 帶點學術氣氛的水上農民 因為這做好多實驗在這兒 俄勒崗州立大學聯合起來 做了點它的這個 總權力篩選 海水全新化的應對政策 讓人用些武力上 都是免費的給他們提供 我們有多少個箱子 所以我們去紐約 他會預約飛機 除了消亡亞洲和北美大陸 要想馬上知道最新鮮的生蠔 當然還是要看海邊小鎮 30多年來 劉都沒有離開過這個人口 僅有一萬多的悠閒小鎮 他不僅和客戶們 早已成為相知有素的好友 而且這裡似乎每個人都互相認識 並且幾乎一生都是如此 是 你去了雞尾座室嗎 是 我可以做給你 你是那個人在運動 是的 我記得你 是的 你怎麼樣 你好嗎 你學習在瑞磯州嗎 是的 我記得你 是的 你的衣服 飛進去 那我姨姨 我認識 你認識 好多人在運動 我都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們也不用多說別的 就是在這個小鎮 我們的小公司 還有 很有名 很有名氣 這樣的小鎮 它既是個保存著豐富歷史的時間膠囊 也是個繁華多樣的旅遊勝地 旅遊將海洋真修送入餐廳 餐廳又將其呈現給世界各地的遊客 迎來送往年復一年 大海的節律不改 正如人間的風味依然 就是它有一面總是塗的 有一面總是平的 把平的朝上 但是你用左手這個hinge朝著你 三分之一 這就是三分之二 這就是那個muscle 靠右邊一點 你只要把這個muscle 嘎掉了 就從muscle這開是嗎 啊就可以 你在家裡邊呢 可以用個鉗子 把前面敲個口 像我們的熟了這個 進去以後我再往裡推 然後稍微一搖晃 打開了 哦 我每次都出的稀巴爛 是啊 你不知道在哪個地方 所以你就